近些年欧洲冬季少雪 夏季高温的天气频繁出现 为了保护冰川 同时也是为了留住游客 给冰川盖背的地方越来越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方式也开始受到质疑 科学家指出 旅游景点或者花学场 为了吸引游客给冰川盖背无可厚非 但大面积推广这种冰川盖背的方法 既不经济又不环保 这种方式在是使用的方式 几件沿者是用于几个泳堤的河堤地 在水澳地 所以沿者用这个沙堤地沙堤地沿 longtemps 这些白暗米的浆浙 其实是很那些健康的 能够定缠缠统,只能仅很穆来的 只有在正大的地沙堤地仲 你只能使用这些暗米的浆筷 这动作不准备线沙堤地沙堤地沙堤地唯 but just at a very small spot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a technique to save the glaciers but it is a technique to maintain the ice for economical reason or tourist reason at a very localized spot 瑞士研究人员计算出 用盖背的方式来保护冰川 每立方米冰川的保护成本 在0.6瑞朗至8瑞朗之间 也就是5到65元人民币 具体成本还要取决于被子的类型 以及它们在冰川上的位置 在2018年 我们曾经拍摄到用直升机 调运这些被子上山的画面 巨大的成本可想而知 研究人员经过计算 2019年瑞士通过盖背方式 来延缓冰川消融的花费 达到了70万至90万瑞朗 按照当时的汇率 相当于550万元到700万元人民币 是很贵的 只要材费我们的材费 比较60万瑞朗 只要做一个小的标准 和工作人員的航空 儘管有這些被子蓋著 但是走到冰凍中 還是能夠感覺到這個冰凍裡的冰 在快速地融化 手上一摸就全都是水 而且仔細聽的話 到處都是滴滴答答的 叮叮咚咚的流水的聲音 據測算 如果要覆蓋瑞士境內所有冰川 每年需要花費至少10億瑞朗 約合80多億元人民幣 這種方法不但無法阻止冰川後退 而且運輸處理這些覆蓋物 還會對環境造成破壞 特別是對於高海拔的冰川 成本就更高 因此大規模蓋被子的方式 保冰川既不可行 也無法持續 原來是這個 原來是這個 这个冰川就是我跟胡思博士 讨论过的特里夫特冰川 它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曾经创下了一年内 消融后退216米的记录 曾几何时呢 整个冰川固满了这个山谷 站在这里呢 你能体会到 在茫茫的阿尔贝斯山 要想用盖背的方式来保护冰川的话 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 但是面对不断上升的气温 不断消融的冰川 不断增加的极端天气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总裁央视记者 杨春丽春元 从阿尔贝斯山发回的报道